来 我们看个视频是2019年7月5号 7月6号那段时间断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 看到了一个亮点 我再看一遍啊 翻漫镜头 看到了一个白点啊 这个是什么呢 是在2019年7月5号 7月4号 7月5号的时候 在洛杉矶东北方向发生了十几次的地震 不是连续的 反正正一下子 那我就每正一下子 我连满领排 连满领排 原来那个外星人飞碟在试着尝试着要降落我们这个地球空间 因为以前呢 那个飞的飞到那个地球上来 直接可以穿过地球 就出去了 地球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么 也就是没有进了我们这个空间了 就外星人好几次要想进了我们这个空间 然后呢 我临排的时刻 已经临排到 涨进了地球 成功地进入了我们这个空间 进入我们这个空间已经证实了 然后呢 我也就临排了一个 我就告诉大家 这个是飞碟涨在地上引起的 或者它做试验在地球的各种参数 这样的下次飞碟再下来降到地球上来的时候 不会速度过快 或者速度过慢 这样就 它们正在测试参数的时候 接触地面 或者在机场转的时候 就延期了地震 然后呢 我这个临排完了以后呢 隔了几天了 突然在网上看到 刚才那个录像 那个录像是什么呢 是洛杉矶的到期体育馆 他们正在外面比赛的时刻 摄像机正在线上直播的时刻 应该是镜头对到东北方向 在城堡的时候正好派到一个飞碟掉下来 进了 进了 掉下来 这个飞碟就掉下来 然后呢 随间就发生了地震 当然了 它们没想到 它们那个城堡的人 或者电视的人 都不知道飞碟和这个地震的关系 只是说正在那个时刻 发生地震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们发现啊 镜头里 无一样拍照那个飞碟 随后发生了地震 而我的临排呢 在那个 它这个录像公布前两三天 我这临排就出来 直到飞碟过来 翻个斗 然后呢 进了我们这个空间 然后就上落机上 从地 涨界以后 发生了地震 仔细看这个录像就发现啊 这个飞碟啊 翻了几个跟斗 翻了几个跟斗以后 然后就进入了我们这个空间 这里边我要重点提一个 是翻了几个跟斗以后 再进入我们这个空间 我在那个 十年前呢 在深圳 零排的时候 那都是现场零排 有一批人呢 一起零排 零排的时候呢 我们每次看到那个 上市的人要投胎下来的时候呢 大家就手上 拿了个垫子 拿了个垫子 翻了个跟斗 然后就投胎下来了 没有说从这个走下来 都是翻了个跟斗 这没人叫了 都是零排当中 自己感觉到 应该要拿个垫子翻跟斗 因为那个地毯上还比较硬嘛 所以 为了软一点 人家就自己 那个代表 自己拿了个垫子 垫好了一个 翻了个跟斗 下来 投胎下来 这一次呢 那个飞铁进入我们这个空间 也要翻几个跟斗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我就想知道 那个叫 进入我们这个空间 和那个投胎过来 为什么翻跟斗 或者这个翻跟斗的含义是什么 这个翻跟斗的含义是什么 这个是个 我看在眼前看到个跳台跳水 在跳板上 一个人要 要 要 在一个跳板上 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在跳板上面 跳台 跳台 跳水 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也就像高的地方 到低的地方去 一般来说 他们下来的时候 如果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人会卷起来 卷起来 卷起来 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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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像那个球体 像那个球体 球体的情况之下 它的体积是最小的 成了一个小球的时候 是体积最小的 体积最小的时候 那么 受到的阻力 最小 受到的攻击 也最小 你如果一个人 执着的下来 常常的 站立着下来的话 那么 很有可能 投开 为什么 它的体积大呀 体积大 受到的攻击 也大呀 因为必须有零件 零件 还有其他的存在 你比如说 有个人 执着的下来 想投胎的话 那有个 零件的其他 抢投胎的人 其他抢投胎的人 就把他顶回去了 把他顶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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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么多的点 可以攻击 这么多的点 可以得到攻击 敲了几下子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一个人 要下来 被攻击十五次 那十五次下来的话 这个就是 十五次成功不知道了 现在 我就卷起来 成个小球样 像抽胎的时候 我就把 团起来 成个小球样 然后看看 被攻击到几次 多少次 哇哇哇哇哇哇 像攻击他的时候 你像攻击到他 他就往下掉 被攻击到的次数 可能两三次 不会超过四次的 基本上就是 这都能攻击到三次 因为他的位置在这里 这要攻击 要大 而且他都跑掉了嘛 跑掉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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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就 减少到被攻击的次数 一个 就成功就提高了 非力也是 非力要进来的 进了我们这个空间的时候 是吧 我们这个空间里边 空间那中有那个 粉尘 灰尘 之类的 特别多 你别看我们 没注意啊 实际上那个大气里边 大气里边 那个很脏的 很脏的 你这么大构数的时候 哪怕是一袋沙子 只是一袋小小的沙子 这个占据的速度也很大的 很可能 那个飞行器下来 进到我们这个地面的时候 你看地面有沙尘暴 什么之类的 地面上还有灰尘扬起来的东西 那个速度大的时刻 对它还是有威胁的啊 你如果那个 这个飞碟 啊 飞碟 直直的过来的话 很容易被 呃 外物啊 或者外领之类的啊 呃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空间里边 还有磨什么之类的嘛 呃 会受到别人攻击嘛 呃 直直的过来的话 人家就能瞄准 瞄准它的话 比如磨 呃 磨在临界看到一个飞碟过来了 它们两个是对头啊 是对头啊 呃 飞碟要攻击 磨 磨要攻击飞碟 所以呢 你如果直直的 按照固定的方向下来的话 很容易被磨啊 很容易被磨啊 瞄准的攻击到 但是呢 你如果那个飞碟 下来的时候 不断翻滚翻滚的时候啊 是吧 一般飞碟做扁的嘛 扁的时刻在翻滚动作的 翻滚动作的时刻 呃 更容易撑出啊 呃 由于这个原因 翻滚动作就成功了 那每一般跟着的那些飞碟啊 要么你就快速从 啊 穿过去了啊 从那个地球里面穿过去了 你速度慢了 很容易被那个 魔攻击到 很容易被猛攻击到 你这个速度快 把一样穿过去 魔都来不及反应 把就穿过去了 安全 你因为降了地球速度 是应该慢下来慢下来 慢下来 慢下来的时候 还按照原来的轨迹的话 按照这个速度的话 没到地球 已经被魔攻击掉了 所以呢 你要翻滚动的时刻 在翻的时刻 你变化在那个轨迹的时候 那个魔啊 很难攻击到 就进了我们这空间了 进了我们这空间了 不翻跟滚 你慢慢慢慢下来 慢慢慢慢下来的时候 慢慢慢慢下来的时候 你只要进了我们这空间 就被那个魔就攻击到 你除非没有进了我们这个空间 魔也攻击不到 魔 在我们这空间 因为那个 是那个戒指的问题嘛 它也看不清楚 所以呢 你必须在 不在我们这空间 在另外一个空间 运转的时刻 飞行的时刻 在另外一个空间 飞行的时候呢 反正魔也看不见 但是你如果进了到我们这个空间的话 你直直的这样下来的话 那这么大的很容易被那个魔攻击到 就是你还没到达之前 已经被攻击到了 被魔攻击到了 那么你变化 变化 你看 他真的枪要扫射的话 本来要扫射这么大的面积 这么大的面积 现在你打个滚的话 就很 你看他这么少的 把那个子弹打过去 可能就骗掉了 另外又翻了一个滚 本来子弹把那个方向 他已经翻了一个滚 跑掉了 在秒他的时刻 他又翻了一个滚 又没打到 又没打到 没有又没打到 又没打到 他终于进了我们这个空间了 今天就回答了 为什么投胎的时刻 要翻滚 要打滚 为什么被力要进入我们这个空间 要打滚 原来啊 被力没在 进入我们这个空间的话 我们人看不见 魔也照样看不见 但是如果进入我们这个空间 我们人看得见 魔也看得见 那么我们人对他被力 那个动他的 动枪动炮的话 那个魔就会动枪动炮了 因为魔实际上 他有他的自卫能力 因为那个在高危的时候 那个非典一直在攻击那个魔 一直打他魔 那么在进入我们这个空间的话 那个魔就开始要自卫了 要自己保卫自己 就相当于 把他们自己的弹药什么 打上去 那么打上去的话 你进入我们这个空间 就会打掉了 现在你在翻滚的时刻 翻跟动的时刻 他就打不到了 打不准了 或者在翻滚的时刻 本来是百分之百被命中的话 现在被那个魔打中的 概念不中百分之三十 那么下来的成果就 就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了 相当于这个意思啊 终于搞定牌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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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